高价股操作难度高 但是我命中在命中 上个礼拜信心喊话 3443创意 隔天见到1400 今天见到1500元 波段回升新高 还有尾影之前抓转折 我们一样精准 高价股你不找我赚 要找谁赚 精准 接下来AI股票 明天回答财报 会不会就此引爆 今天节目一定要看 解盘开始之前 请先帮我确认 有没有订阅 按赞 以及加入online 可以跟我直接一对一互动 解决你的台股操作问题 欢迎收看 外资超前新股 初中外资最懂法人操作的分析 上一层 今天台股看到 网上大涨超过百点 大涨超过百点 昨天回答 股价先刷了历史新高 在他公布财报之前 还没公布财报 有押保行情 华尔街 奋力押保 提高目标价 台股今天你会看到 我昨天讲的 台股也会有所谓的押保行情 今天基本上 台股能够大涨百点 成交量能不到3000亿 原因就在这边 再押保行情 再加上今天的金融股 没有昨天的拖累 对不对 所以今天白点 能够支持 能够支持 但是 我们的预告 不管是大盘 选股 实战 我们通通是完全验证 我能够告诉你 很多东西 都是在市场发生之前 对不对 发生之前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对不对 上个礼拜三 就在一个礼拜之前 今天23号礼拜三 上个礼拜 8月16号礼拜三 我首次公开分享揭露 台股我看到的三大落底讯号 你要放在心里面 台股三大落底讯号 半年线支撑 嘎空盘蠢动 法人空翻多 在我讲完那天 隔天 半年线支撑 往上 对 拉了283点 马上怎么样 一步步走高 一步步走高 走到今天 今天是不是收盘 来到一个波段新高 16576 来到16576点 对不对 从半年线什么 上面走高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公开了三大落底讯号之后 台股是不是慢慢落底 没有在破低 对不对 至少是往上走高的 所以大盘来讲 我们逐渐在什么 越来越明朗化 你有看到我讲的理由 我讲的逻辑 你就会知道台股为什么 在这边能够有支撑 法人 投信法人连续15天买超了 投信包含今天 连续15天买超了 对吧 这也是我跟你讲的 投信法人的动作 你尤其要看 然后呢 还有什么 选股跟实战 选股跟实战 来 上个礼拜 我有没有讲 3443创意 卖压消化完毕 准备随时要涨了 我也没有这样讲 你自己回去看我节目 都看得到 我今天就不放重播了 对不对 你自己回去看8月16号礼拜三 我怎么讲创意的 当天收盘价1285人 不到1300 对不对 最低来到1000 更低 对不对 1225 因为1225 当天收盘1285 没有什么人要讲 对不对 没有什么人要讲 创意上个礼拜 你不要以为 对不对 现在涨上来 好像很多人关注 上个礼拜 人人必知 对不对 真的没有人要讲 因为包含我去上 疯狂股市福利社 对不对 在场四个分析师 只有我 真的是独牌众议 对不对 独牌众议 当时其他人都在讲什么 智源 在讲其他股票 我独牌众议说 3443创意要涨了 只有我敢讲1285 所以我不是一个看涨 说涨看跌 说跌的分析师 我讲在相对低点 我有信心告诉你 要涨了 话说完的 隔一天 8月16号礼拜三 隔一天 8月 对不对 16号礼拜三 隔一天 8月17号礼拜四 马上往上暴冲 这是巧合吗 对不对 这是巧合吗 如果是巧合 对不对 那你可能刚关注我 但如果你是什么 看我很久 很久 对不对 从创意 不到400块 往上冲 围影 对不对 四星KY等等操作 高低一点 我们能够抓到 抓到转折 我不敢说最低跟最高 但是 相关的转折出现的时候 一定是我做什么 相关的事前预告 就是这么精准 前一天我在 我的解盘 在疯狂股市福利社 就是告诉你创意准备要涨了 隔天看到什么 1400 一天涨超过 10万块一张股票 冲到1400 你觉得是巧合吗 对不对 你觉得是巧合吗 今天再度暴冲 冲到1500 你觉得是巧合吗 对不对 你觉得是巧合吗 别人看涨 材料收涨 对不对 创意涨了 创意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现在敢讲 我讲在上个礼拜 我讲在上个礼拜 我不需要看党收涨 对吧 股价不到1300 我跟你喊涨 来到1400 来到1500了 这不是巧合 这不是巧合 这背后来讲 都是你看不到的时间跟研究 对不对 你看不到 因为我直接告诉你结论 但是 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在做实战 抓转折 你都看得很清楚 创意今天1500 对不对 我讲的时候 收盘1285 你要再去想一下 对不对 看到细节 看到细节 请问在这边 有多少人 有信心感很多 我告诉你 你不要看到答案 对不对 写考卷啊 就在这边 真的就没有 真的就只有我一个 没有错吧 因为什么 我们 做了研究 我的法人操盘经验 都是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能够领先 你真的要赚到创意 对不对 冲到一千四 冲到一千五的钱 你不领先怎么请 对不对 你不领先布局 怎么赚得到 对不对 怎么赚得到 所以 哎 转折 抓转折 不是一天两天的 6669为引 法说会隔天 5月10号跌停版 对不对 请问你 我又没有抓到转折 对不对 5月10号 礼拜三 请买进69为引 在1015人附近 都可以买进 对不对 简讯会员 做进场 因为什么 股价在1000块附近 还可以做进场 哎 股价如果超过13001500 对不对 基本上 给清代会员进场 所以 为引当时有没有进场 有进场啊 有进场啊 抓转折 谁比我们准 我不是抓最低 但是我抓到 相关的 低位阶 高位阶的转折 为引 1000块 0 哎 101500 不是当时最低 但是 涨上来 涨到2070元 我们高档 信心获利收割 请问你 漂不漂亮 1000块 抓到2000块 对不对 不要看答案说 哎 不要看答案写考卷 因为 我的实战啊 不是看答案写考卷 我就是带会员 在做实战操作 对不对 就是抓到我心理目标价 进场 我的设定的出场价 出场 获利入带 爆赚114% 还领到鼓励50块 对不对 我不是看答案写考卷 对不对 这跟看图说故事那些 对不对 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也不是吹到最 哎 出到什么 最高点啊 喂 我出的日期 大家都可以验证嘛 7月26号礼拜三 早上9点12分 对不对 为什么我还出 因为 前一天 7月25号礼拜 我告诉你 大空头认错 空头认错 多头回落 有没有逻辑 有逻辑 逻辑全部连贯 这才是你要找的 对不对 帮你一把的分析师啊 因为我们是真的在做实战 不是看图说故事 对不对 不是看图说故事啊 今天你有看到一档股票 对不对 哎 3051 利特 吓死人 一天两个灯 一次满足 是不是看涨 收涨 看跌 收跌 你看他就够了 对不对 今天找盘 我告诉你一堆盘中连线 利特拿出来讲 对吧 哎 在11点15分之前 请问利特是不是强势股 一定是强势股 而且 哎 盘中连线 对不对 分析师最喜欢讲强势股了 看涨 收涨 看跌 收跌 没有错吧 哎 强势股没有错啊 跌股呢 哇 涨停板到跌停板 不到20分钟的时间 非常快速 一天两个灯一次满足 震荡20% 你买在涨停板的 对不对 当天现赔20% 吓死人 对吧 所以为什么不要看涨收涨 看跌收跌 这一个细节很重要 对不对 创意 我是看涨收涨 看跌收跌吗 不是啊 对不对 抓到转折点 很重要啊 能够在别人恐慌的时候 贪婪抓到转折点 别人贪婪的时候 哎 我恐慌 我卖出 破例入带 对不对 2070 违影 就是这么漂亮啊 所以你要去想清楚 对不对 这些细节 是不是看涨收涨 是不是看跌收跌 你如果遇到这种的 请问你怎么办 对不对 请问你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每次都是苦口婆心 请你多多比较 我的每个细节 都不是靠运气得来的 都不是靠运气得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去想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的精准度 我还没讲完 哎 股票还没讲完 还没验证完 还有谁 还有志邦吗 不要忘记本 哎 本周的志邦 请问我5月份 有没有讲志邦创新高 7月份有没有讲志邦创新高 对不对 8月14号 我在中市的最后一天 哎 送给各位的志邦 当天收盘385 我又没有说 他还有机会 也要创新高 稳中求胜 网通加AI 稳中求胜 这个礼拜 趁胜追击 8月21号礼拜一 涨停板 452.5元 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昨天礼拜二 481.5元 再刷新高 历史新高 对不对 4月份讲 5月份讲 6月份讲 7月份讲 8月份 还在讲 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法人头 哎 哎 法人抬教啊 今天来讲 小跌5块 但是一样 是不是强势股 对不对 我是看跌收跌 看涨收涨吗 没有啊 我如果是看涨收涨 哎 那我要等到什么 哎 礼拜一涨停板之后 才能什么 才能报给你啊 对吧 我有吗 我没有啊 我在8月8号父亲节 对不对 请问你在哪边 在这边啊 380几块 370几块 就告诉你志邦 2345志邦 稳中求胜 法人金选股 有吧 对不对 我这些截图 都是证明 都是证明啊 所以你要看清楚 这些细节 哎 不是看涨收涨很兴奋 哎 觉得这个分析师 好像很厉害 对不对 请你看清楚细节 到底是不是讲在 事情发生之前 股价喷出之前 很重要啊 你如果要参加一个分析师 真的要让他带你赚钱 对不对 我刚刚讲重要 一定重要嘛 因为你在看一个 免费的节目 我能够给你多少资讯 告诉你我实战 是来真的 对不对 我就给你多少 但是其他人 对不对 他的行销占比占多少 这个我说不准 但是 哎 你加入他之后 那就是实战的考验了 他如果没有给你实战的 绩效 哎 那是不是 哎 你就大失守望 哪有呢 赔了 对不对 没有负责任 这样也不好 所以我讲了 我们能够绩效这么好 能够领先市场好几步 这个就是高胜率的原因嘛 对不对 八月份行情不好 我们的股票也没有说到什么 每一档都好 但是 对不对 五月份我表现好不好 六月份我表现好不好 七月份 对不对 都会员都知道嘛 八月份震荡一下 后面行情如果来 我们一样会继续冲锋 所以为什么你要来找我 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打通电话 加入行列 因为这边 八月份落底讯号集结当中 后面行情喷出 对不对 哎 我再度复制翻倍 标股 对不对 高胜率命中 随时要发生 随时要发生 对不对 对不对 外资花期 这些你都知道 花年比较 比较细节 对 比较细节 到底谁 讲在前面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二三四五字帮 就是什么 这个礼拜创历史新高的 对不对 台股还在打底 二三四五字帮 能够命中 还有你加我的line 对不对 点击这张最新标股 最新选股 每个礼拜天晚上 我都会更新 你不用去买报纸 点下去 你就看到我最新 工商时报选股比赛 选的股票是什么 本周有没有字帮 本周就是有字帮 对不对 广达见准 字帮 博雷神达 这五档 本周已经累积两根涨停了 还有见准 有没有涨停 有没有创新高 有啊 156.5元 这一档 我们多少块买的 85块 六月份 对不对 刷历史新高 已经大赚 含股力 2.6块 对 赚了87.1% 恭喜再恭喜 对不对 所以见准也好 智帮也好 创意也好 围影也好 你都会看得到 为什么我能够抓得减准 预告减准 N字再N字 当时股价九十几块 是不是往上发动突破 对 当时的天花板 对 当时也是创新高啊 有没有突破天花板 有啊 变成什么 哎 对 奇红第二啊 突破100块往上走 有没有 有啊 所以本周两根涨停板 对 我今天领先哦 工商时报选股比赛 今天我领先 对不对 所以赶快跟上 因为接下来的后面两周 对不对 我一定要赢下来 对不对 一定要非赢不可 所以你要跟上我最新选股的话 本周你一定要先跟我先卡位 对不对 下礼拜我选什么股票 本周跟着我先卡位 大盘选股实战 一个一个验证 一个一个验证 而且行情还没来 对不对 行情还没来哦 还没有真正来哦 这边都只是压保行情 或者个股的 对不对 基本面的创高 对不对 真正的大行情 整个族群的 哎 资金流 还没有真的来 还没有真的来 明天即将引爆 所以赶快跟着我卡位 加油 小小叔 M6868 对不对 打通电话 0800668085 我领先再领先 对不对 你也是什么 验证再验证啊 好 回答来讲 昨天股价 先刷历史新高 481.87美元 对不对 但是创高之后拉回 跌了3%多 好 一样压保行情啊 最新财报 对不对 未眼先轰动 明天凌晨来做公布 明天凌晨 每股盘后做公布 对不对 大家拭目以待 好 我在疯狂股市福利社 当时 对不对 我有讲 对 财报预估来讲 哎 下 就说这一次 要公布出来的 计真48.8%到55.7% 华尔街的预估 好 我讲了嘛 50%是个分水岭啊 我认为要五字头以上 对不对 是基本的一个成长的条件 好 计真50%以上 然后呢 EPS啊 对不对 预估 华尔街预估2.07 计真125 好 大家看营收 我认为比较重要 所以 接下来50%计真的幅度 很重要 所以明天 对不对 凌晨 灰达财报公布 上一次公布出来 财测一出来 股价大涨20几% 对不对 创新高 所以这一次来讲 大家拭目以待啊 不只台股在等啊 美股全球资金都在等 因为这一波来讲 只有AI能够支撑股市嘛 所以美股也在等 美股也在等 好 加权指数 昨天开高走低收敛 对 154点招盘 但是收敛到尾盘 只有只剩下什么 56点 但是今天 对不对 开平走高 所以开平啊 通常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开高来讲 大家等着卖 对 开平来讲 是有追高的意愿啊 才为什么 越走越高嘛 好 今天的压宝行情支撑的 台股涨139点 不过成交量还是不够 明天一定要补量 明天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补量 对不对 哎 一定要补量啊 不到3000亿元的 涨点啊 是相对比较脆弱的 好 台积电在今天也是手稳 对不对 哎 昨天我讲 应该说前天我讲嘛 台积电要回到半年线 昨天回到半年线了 541 今天继续走高 涨了11块钱 所以今天指数有升 对为什么 哎 有88点都是台积电 对不对 今天涨了130多点 对吧 哎 88点 应该说90点都是台积电的 对不对 一块钱台积电 大约贡献8点5点 所以基本上90点 都是台积电贡献的 对不对 今天涨11块 今天算是垃圾盘 对 所以 玄王指纹 也是落底讯号的一个强化 对半年线 我前天讲的 守住之后 今天收最高 收在552元 对不对 对于台股回升 是个强心针 但是 我不是叫你去交易 哎 不是叫你去操作台积电哦 对吧 为什么 其他股票能够赚更多 台积电有 哎 很多面向要看啊 台币也要看 外资也要看 基本面也要看 财测如果又下调 对不对 台积电股价真的不好做 不好操作 或者说啊 很难赚啊 对不对 你赚来赚去 哎 没有一档AI股要多啊 对吧 那你干嘛操作台积电 台积电拿来看就好了 对 它是我的指标啊 我每天看 对 讯号的指标 讯号的强化 看就好了 对 操作中小型股跟着我操作 对 甚至是高价股 对 都来的什么 比台积电的涨幅要快啊 对 反共要快啊 好 AI晶片主战场 我也没讲 有啊 吃星KY 挑战股完位置 礼拜一我就讲了 对 礼拜一我就讲了 礼拜二真的成功 站上去了 跳上去了 一个股王的 对不对 一个新股王的诞生啊 对不对 这我昨天的治考啊 我昨天讲的嘛 2380涨0百 连续两天涨0百 今天股价再刷历史新高2435 而且也是坐稳什么 股王的宝座啊 外资 对 在买超 外资在买超 往上走 对 股价打败信华 来到2390 继续站稳 台股股王哦 不只是AI股王 台股股王 所以台股股王 对不对 以前大家印象都是大力光 因为那个是苹果时代啊 现在AI时代来了 对 世新KY当股王 我告诉你 哎会有很多 相关的资金流也好 对 为什么创意能够在今天 来到1500 对盘中标涨9% 9%多 对 一个什么 补涨的效应嘛 创意跟世新如果差到1000块 哎 那是很大的一个价差嘛 因为以前 创意还曾经一度超车世新 对 那现在世新上去了 当股王了 差创意1000块 对 那你觉得 法人资金 不会买一些创意吗 不会什么 哎 有一些比价效应吗 一定会有啊 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讲了 我能够抓到转折 我背后做了很多 功课跟研究 是你不知道的 对不对 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为什么我能够领先 很重要 你要看到这些细节 所以你在比较 对不对 分析师也好 你在比较操作也好 对不对 这些你都要看到 你才不会选错人 才不会选错人 然后呢 对不对 哎 真的跟错人了 哎 实战也错了 自己又缴了学费了 对不对 那这样不好 所以要跟对 对不对 要跟对 跟对方向 跟对操作 好 伪创今天 对 也有压保行情 你看今天收盘价 是不是收在今天最高点 127.5 对 广达是不是收在今天最高点 262 我讲的 压保行情 压 压明天 所以 什么 挥打股价先创新高 对 还有前天大涨8%来讲 对不对 我认为 这一次达标的几率很高 原因我讲过了 上一次你喊出 对不对 我回答你喊出这么好的一个猜测 你第一次总要达标吧 对不对 你第一次总要达标吧 你第二次不达标 那就算了 你第一次总要达标吧 不然呢 开空投支票啊 回答 你上一次创新高 股价大涨二十几% 因为你喊出很好的猜测 对不对 那你第一次总要达标吧 对我讲的 这一次大家乐观其成 对台股也需要一个族群 往上带 带回到什么 台股的季线 甚至月线以上 一步步来吧 然后呢 围影 对我们抓到高低点 但是我讲了 操作归操作 看好归看好 对我2070块卖围影 我同样看好AI跟伺服器啊 对不是要去做空啊 我有没有强调 我有强调啊 很多人什么 看到好像卖股票就要去做空 对吧 这个是两回事哦 这个是两回事哦 我随时把创意接回来 随时把围影接回来 对不对 我不会第一时间在什么 我的节目上公开啊 这毕竟是免费节目啊 所以你要操作高价股 你要操作创意也好 对围影也好 一样呢 一样来找我啊 转折点 我们抓的这么精准 对不对 你高价股只要价位买错啊 基本上你很难受啊 基本上你很难受啊 对不对 我讲过嘛 我以为你买在两千块以上 请问你 对不对 这阵子你怎么撑过来 对吧 很难受吧 两千块 股价一度跌到什么 一千五以下 对不对 我卖在两千块啊 一张差四五十万 所以我讲了 高价股 操作难度高 你要来找我 因为我抓的准 对不对 我是有验证抓的准啊 不是我自己喊 我很准不是啊 对吧 所以创意 上个礼拜 大家不敢讲 我说的要涨了 今天来到一千五啊 对不对 一张就二十几万啊 二三五机 华硕我讲过 AI伺服器一样有它的份 技嘉也好 华硕也好 宏基也好 对吧 这一波啊 电脑股要转型 靠什么 靠AI伺服器的切入啊 不管打入超微 打入英特尔 打入AMD 对不对 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二三五机 华硕今天是先创不断新高啊 418元 对不对 对 宏基 对不对 也要同时关注啊 307起哄 昨天我讲了 今天走高啊 对 366盘中要什么 接下来要继续挑战 前高 也是历史新高 哎 历史前高 373.5元 对 373.5元 好 神达 对 今天慢慢电上来咯 看到44块钱 收盘44 对 四字头 一步步回升 要回到 对 更高的位置啊 然后呢 再生能源 政策股 我的看法一样没有改变 中心电也好 四季钢也好 对大雅也好 还有政策股啊 今天8月23嘛 823的纪念日啊 今天军工股也起来了 对 汉翔喊出来了嘛 今年营收没有天花板 对 带动军工股 好 对军工股也好 政策股也好 都是我在我最新的产业影片 告诉你的 明年大选 对 备战 选举行情之前 这些族群能够留意 但是军工股 对 什么时候要切入 哪时候比较稳 对 我会带我会员 第一时间进场 你看到我的节目 那就太慢了 对 所以想要卡位的 不管高价 中低价位的股票 我们一样很多 对 而且都还是什么 都还是有标股的空间啊 对 神达也好 大宇治也好 之前的股票也好 都是低价股标上来的 市电也是啊 80块 然后呢 翻倍 对吧 80块市电翻倍 所以来找我 叫我赖 对 打通电话 大盘 选股实战 一个一个验证 对一个一个验证啊 我每天的解盘 每天的验证 都这么扎实 对不对 不是很空洞 很空泛的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的逻辑也好 告诉你这边的操作 欢迎比较 比较 你就会发现 没得比较 没得比较 赶快来找我 不用买最低 市货减便宜就够了 对 市货减便宜就够了 创意你看到了 当时1285 讲完隔天1400 今天1500 别人看场所长 我不需要 要找分析师 找最强最领先的 绝对没有错 提高胜率 提高你自己的胜率 所以 接下来我有信心 对 8月份震荡之后 后庙带会员继续在爆充 AI股顺势而为 趁势而上 明天回答财报 公布 利多瑜爆发 这边操作至关重要 所以下一波标股 准备启动 请跟上 加油 蓝小手M16868 打通电话 080066885 这边做好准备 赶快跟上我们的换骨节奏 下一波准备喷发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每日解盘资讯 非常有用的话 请帮我按赞 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还有分享给其他 亲朋好友哦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